足球运动风靡全球 但台湾的足球风气仍然有待推广 南投县更宛如足球沙漠 南投县足球委员会 近年积极在校园推广足球运动 县内已有多个小学成立足球队 县员廖志诚指出 看见比赛办得有声有色 对于南投县发展足球一定是一大助力 南投县过期足球是一个沙漠地带 看到五人志的足球比赛 让我们各学校自己组队 我听说有11间学校 都用39队来比赛 这就奠定将来 我们要发展足球最好的基础 提高兴趣 让这些学生组队来参加 然后送他们麦当劳的乳餐站 提高学生的兴趣 我想对发展足球应该有很大的帮忙 在这里非常肯定 南投县足球委员会 自立在推动也感谢 各学校都可以配合 组队来参加比赛 南投县足球委员会主委张文平指出 全民杯足球赛已迈入第二年 感谢南投县体育会理事长 也是副议长潘英全的协助 这次很高兴在我们南投县主办的 第二次五人制足球赛 全民杯 就有两线11个学校参加 这次五人制足球比赛 很高兴的扑里国小的 借用的场地 很好的场地 感谢我们南投县的体育会 我们副议长潘英全大力鼎力地赞助 我们足球比赛 在这里 谢谢 还有中华足学 这边谢谢 足球是世界上主流运动之一 不但有许多职业赛事 成为球星也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 副议长潘英全表示 办理全民杯五人制足球赛 除了透过比赛让小朋友成长以外 更重要的是推广这项运动 期盼县府未来能够从中协助 为南投县培育优秀的足球人才 记者陈薇一普理采访报道